首先A,其實你很肯定自己沒錯的,對不對? 這個是對的,好了,而... OK,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真的有趣,好 而這次呢,首先他是B派 所以我們會嘗試 就在B派的題目裡面找回A派出來 但是似乎這次找不到的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會怎樣呢? 有些同學呢,就會說可能 他們會用那個名詞就是 無中生有 OK 看看這次是不是先 如果我強行寫這個出來 那我是不是應該加54 減回27 對不起,加27 我看看 OK 那有些同學就會說 唉,這招叫做無中生有 算是 真的 真的無中生有 那會變成怎樣呢? 哦,就是 原先沒有的東西變成有 就是A派那個題目 那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抄 A派的答案下去 好了,而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部分做化解 OK 就變成什麼呢? 就加81 這個應該可以吧 是嗎? 對 對了 而這裏呢 我們似乎就是要做 對了 我們就要做 Grupping Herms 是 哇 是 就會抽了個 Full 27出來 就變成X-3 Grupping Terms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原先在第二行 是沒有Cummon Factor的 如果這樣 Grupping Terms之後呢 就有Cummon Factor 其實正宗是 超簡單的 請我寫在上面 那 所以呢 所以 B part呢 我們就可以抽到X-3出來 蛤 哈哈 你這裏應該看到的 是嗎? 是啊 就加9-27 OK 好了 喏 原這裏呢 其實我未按機的 這裏 9-27 就18 我未按機的做什麼呢? 我是未在這裏按FORMULA 01 啊 哦 OK 喏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 A part是用了 sum and difference of two groups 的嘛 那 suppose呢 後面的這一塊 A part的這一塊 正常是不需要按FORMULA 01 的嘛 是啊 是啊 意思是說正常去Factorize不到的 但是因為B part那裏呢 我們做了一些Grupping Terms 重新再Factorize 它有一個可能 有機會是可以Factorize到的 那所以這裏呢 我們是要重新按一下字機 那當然故事發展到這裏呢 你按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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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真的Factorize到的 OK OK 喏 這裏純粹是按機出來的 而這裏 這裏有答案嗎? 不不不不不不 這裏不是最終答案 因為你會發覺呢 有兩個Factor是完全一樣的 是啊 那所以我們是不應該這樣寫的 哦 它是二次方 耶 OK 這條你問得非常好 因為它是真的幾 是啊 就是幾極致啊真的 啊 OK 我想問有沒有 這類型的數計 這類型的數計 都有的 都有的 那我可以再 啊 再找給你 那可能就不是 立即 是的 不是現在第一時間給你了 我聽不清楚 我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OK 我剛才談過答案而已 嗯 是的 那應該是第一步 開始了第一步 應該你的流程會幾順的 應該幾順 是的 應該幾順 是的 而這一個呢 其實我們 分心 我們 不是 就算我剛剛做 我不是第一時間就會 就會知道一定是這樣做 不是的 其實是 其實是 欸 你看一下 原來會這樣的嗎 你看一下 因為我看到原來是有些殘影 是不是 剛才你見到 什麼事啊 你不是 經過WhatsApp 發出一些 答案 就是功課的 是的 我看到原來 我就這樣在 是的 是的 我就這樣在 WhatsApp那裡 打開你的照片 原來 就是我在電腦打開WhatsApp 然後 打開你的照片 原來會有其他 我的訊息 那些殘影 OK 哈哈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那我應該怎樣 噢 sorry 原來我應該是 逐張逐張 下載回到電腦 先的 那 所以功課在這裡 可能就要少時間 那其實呢 今天呢 如果是 我打算是跟你說 再一邊說下去的 是 OK 那這裡你有沒有大問題 就是 至於你的Factorize 那裡呢 我可以 在之後 發出一些 相關的練習給你 是 這個 好嗎 OK 好 首先 我剛剛問你 你不太記得我之前說的 就是我們做的中途 不需要太刻意把那些指數變成正 是不是 嗯 嗯 你看看 嗯 嗯 啊 好 現在可以了 嗯 嗯 未必是你做錯啊 我只不過是講個例子給你聽 我的意思是什麼 譬如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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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中間不需要太刻意 把那些指數變成正數 的意思就是 其實 題目之後 你第二題應該是這樣的 嗯 OK 而不需要 我不是說 你解釋清楚 嗯 不是說你做錯 譬如這裡 不是說你做錯 啊 只不過說 未必需要 OK 而之後呢 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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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除指數就是雙減 OK 所以 p 的 index 就是14 減負15 那就變成為 29 OK 而這裡是按計算機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咦 答案沒錯 不過 中間第二步好像 呃 多了 啊 明不明白的意思 好了 喏 而這一版 啊 呃 第二題是 對的 第三題是對的 嗯 應該是第五題 第五題 對,我看蠟筆吧,第五題 提報個鈔出來 我是不是問過你今年的老師是 是不是上年的老師? 不是,是另一個 不過那個呢,我聽別人說 他好像是交得很快 那最後你覺得呢? 現在你覺得呢? 都算是 如果我沒有暑假播 我應該跟不上 這麼恐怖? okok 但是,除了快 就是交得快之外 其實都講得清楚的 這個我就覺得不算 是清楚一點 okokok 不要緊 其實不要緊 是沒辦法 他只是說 要點計點計點計 我就是點計點計 但是他好像沒問過 那邊不安全 就好 嗯 至少這個問題你自己要知道 對 你有個警戒性在這裡 對 嗯 ok 對 不是不要緊 是沒辦法 其實是 好 咦? ok sorry 第五題原來你不是錯 我看錯了你的答案 我看錯了你的答案 我看錯了你的答案是3 咦? 不是啊 5來的 5來的 是 好,那 不過都寫一寫給你看 哦,好啊 寫一寫給你看 就是我們不需要刻意把指數變成為正數 好了 那所以那X呢 應該是6-2-4 而那Y呢 應該是-1-4 那所以那X變成0次方 0次方是不需要寫 而那Y呢 就變成-5次方 那最後就是1 over Y 5次方 Y? ok 這個 好嗎? ok 最起碼就是 今天沒有說到的 就是這個 X的0次方是1 那所以就不需要寫 是不需要寫 不是說它沒有了 是有些少許不同的 因為它是1 1就不用寫的意思 ok 那其實原來這個也對的 這個也對 不行了 忍不住寫給你看 第7題 咦?難道我之前我 可能真的看錯了 你會不會完全沒有問題的呢? 整個訓練 哈哈 因為可能你 寫得太細 好 這裡 還有呢 譬如這一題 是不是有負號 我說負號 不是說那些 indices有負數 是說這裡有個負號 而這次呢 這個負號是沒有受到一些 次方的 是 是 但是也提一提 如果那個負號是有相數次夫 還會變成為正 是 而如果那個負號是受到一個單數次夫 他會變成為 都是負的 這個是你記得的 是嗎? 是 所以 而最後呢 我們這個負號呢 慣性我們會寫一份子的 是啊 這個意思 我寫在左下角 譬如二份之一 如果書呢 負二份之一 他會這樣寫的 書的話 意思是這個負號 他會寫在最前面 分線的旁邊 但是我們是絕對不會這樣寫的 OK 講個數值上先 他是等於這樣寫 和這樣寫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們一定 一定只會寫中間的這個 OK 不會建議你 不會建議你學書寫最頭的那個 當然那個是最漂亮的 而書也是這樣寫的 但是我們如果自己這樣寫的話 很容易寫寫一下 那個負號會沒有了 OK 那個負號很容易跟那個分線 會 黏在一起 令到他見不到 所以下一步呢 可能我們就會這樣寫 因為我們下一步是不會做分線的 正常 因為我說不寫分數 這個可不可以 看一看 OK OK 也是相隨 所以只受傷減 當然 你那個P是負四次方 你可能看到它完全一樣的 上下 你當然可以這樣弱掉 如果我們也可以寫多一步 會令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是零次方 是啊 零次方 所以下一步我們的P也不會寫 因為1 好了 如果Q呢 負十 10 減負1 是負9 所以就是這樣 OK 和你的答案是一樣的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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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和你的答案是一樣的 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是否需要 就是 計算的中途變成為分數的意思 好 是 你有沒有拿一本書出來 什麼書 學校用書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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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在那一間 但還沒看完 哦 第二課你的意思是嗎 是啊 是啊 OK 那就 今天會 其實不是今天 是轉頭 轉頭 我們就會說 下一課 OK 就是這一課 較快的 Sorry 第二課 都是第二課 都是第二課 哦 好啊 那就是講 第二課之後 因為上次呢 我們講這裡 Love index 其實你問我 其實是不是講完了 那 就真的沒那麼快的 真的沒那麼快 還有起碼兩樣東西 說 science 每天考試都會考的 是 不過就不是那麼重要 OK 其實已經講得很遠轉的了 其實我意思是 平時不要用 好 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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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錯 原因是這裡有符號 而這個指數是負 是 Sorry 不是負 不關負的事 是單數 所以 都要繼續有個符號 沒錯 OK OK 我以為有一個符號 一定是 怎麼說 是不是 不是 先 咦 對 啊 OK 那個重點呢 就不是那個power 是負一 是負數 那不關事 其實負 負數都好 是有政府之分 不是 單雙之分 OK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負數都有政府之分 是啊 是啊 那 為什麼呢 是單雙之分 是啊 譬如零是雙數來的 其實 啊 之後 負二負四負六啊 之餘處 都是雙數來的 啊 那 如果我們純粹講單雙來講呢 啊 那就不關那個 次方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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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是 如果它是單數的話 那個負號仍然都會在 它是雙數呢 那個負號就沒有了 是 行不行 行 那 時間關係 我想如果你適合一些 我就不講了 其實反而呢 你那個 這個星期內 你那個功課呢 其實你factorize 是OK的 OK 但是這樣 這個講完OK 那就都有少少問題的 噢 就是其實問題不大了 問題不算很大 好 就是其實呢 譬如好像二十三 五十三這些呢 你就不需要想一下 factorize factorize 了給我 應該怎麼辦 那其實就繩開去 再繼續做了 好 這些沒有問題的了 沒有問題 是啊 那麼去到哪裡呢 去到58 去到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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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個題目呢 本身是degree多少的 真的怎樣 嗯 58A 這個題目 這個是prinomial來的嘛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們問過 這個prinomial degree是多少的 4 對 這個是degree4的 而你的答案呢 其實是degree2的 所以正常就不可能對的 因為我們做factorize 正常我們只不過改變 那個prinomial的寫法 那就不應該是 令到degree會改變了的 其實這個是小問題而已 只不過你這兩個角度都差個二次方 好 OK 因為 其實我沒有highlight那一部 你下一部應該是這樣的 是啊 是啊 那所以 可能因為跳了下去想要留下 是啊 是啊 咦 可能實在 太開心了 是不是 啊 咦 Sorry 其實你可以先 嗯 可以 似乎不是 原來你這第二部已經是答案 嗯 就是害不了你三部 因為這個三部 是不可以再用difference or two squares 蛤 這個三 OK 那如果我們用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的話呢 這個應該變成開方三 OK 是嗎 是吧 是吧 哈哈 不 你先看看 意思就是說 我寫在右手邊 3t 不行 1 1 不行 3t square 是-1 比我們來講應該factorize不到的 似乎它不應該會等於3t-1乘3t加1 不等於3t-1 那所以呢 你第二部應該已經答案來了 啊 OK 嗯 而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你58b是正確的 OK 因為你58b呢 你純粹用回 A part的第二部這個答案 是嗎 是啊 哈哈 那所以就令到你A那裏做多了一部 那但是你的B有正確 OK 好了 好了 然後這裏呢 也有個很特別的 啊 錯處的 啊 啊 是第 啊 part D 你現在 看看 有什麼問題 那 而這一版 這五part呢 啊 sorry 這六part呢 嗯 現在叫你看D 啊 這個是不是應該是 啊 one over k2 一次啊 one over k 啊 sorry 你說這個 你是看著第二部做還是怎樣呢 呃我看第一部做而已 嗯 不對 這個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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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實這 其餘的五part呢 其實都還有問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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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題目之後呢 我不動 外面那個負一次方 我不管它 是否應該是一加 k的負二次方 對 對 OK part D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 無緣無故做加數 嗯 而我們 剛剛 嗯 其他part 哈 就是不計21c 我們是沒有做過加減數的 哈 我們是完全沒有做過加減數的 哈 所以 而加減呢 事實上是真是第二類的做法來的 OK 好 所以呢 我們 這裡 再下一步呢 我們 真是要 寫 把這個負的次方寫回來做 做 原因是這個負的次方是不能進去的 你明明甚麼叫做負的次方進不去 嗯 就是要分開成的 喏 我給個例子你看一看 譬如 它是整個東西 它是負的 所以應該是整個東西搬進去 做負的 還是怎樣 是啦 因為它是整個東西的負的次方 整個東西的負的次方 如果你真是想 很早的時間已經 就是搞了負的次方 你應該是整個的 哈 OK 你 譬如 我刻不死在左上角 你上年已經學了 如果是二次方 是整個的二次方 是嗎 哈 就是 答案 反而 就不太在意 在這裡 就是 哈 重點是整個的二次方 那所以呢 譬如啊 如果是A加B 整個負的一次方 其實是整個要拿 recipital OK 哈 而這裡呢 就真的不好意思啦 我用了二次方來做個例子 哈 希望不會搞亂你 搞亂你的意思是 二次方就是自乘兩次 啊明白啊 那負一次方是嗎 就是自乘負一次 哈 那就不是的 是說拿個recipital OK OK 好了 那所以下一步呢 你知不知道 D部分 還有啊 嗯 這個六部分 我 你是起碼錯過三部分 B D E B D E F F 就 要大家看 因為 你寫得很亂 其實F 我可能 一陣子一次跟你一起看 因為其實呢 嗯 嗯 Law of index 我暫時教你 除了說 我們盡量 我們盡量 在計算中途 保持著 負的indexes 不需要 寫回recipital 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更加快的做法 哈 不過那個做法呢 通常是用你MC的 因為 是完全沒有step的 直接出答案 因為你是 你的學校暫時是沒有MC 所以沒有跟你說這個做法 那應該可能 就是照說一說 好 Part D 你知不知道在下一步應該是怎樣 啊 寫倒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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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不是寫倒數 啊 如果下一步寫倒數的話呢 是會崩潰的 哈 我寫給你看 我寫給你看 如果你寫倒數就這樣了 哈 這個呢 我們不會自己敢寫的 哈 意思是說 以後你做題目呢 他可能是會有這樣的題目 而他叫你simplify OK 但我們不會自發這樣寫 我們會做多一步先 不做什麼呢 過一 變成 K二次 over K二次 哦 過一變成K二次 over K二次 他意思應該是通訓母吧 是吧 是啊 其實是通訓母來的 哈 就是變成為這樣 哈 之後才能receptical 哈 那這個答案來的 OK 你有沒有改分 沒有 我正在看 OK 看完就告訴我 好 好 然後 我們會說 B 和E 和F 我想我 這三部分 我都用 嘗試寫過 另外一個俗話給你看看 是 因為有時候你們錯呢 你們錯的原因呢 有時候是因為你的步驟太多 OK 哈 那你試一下看一看我接下來寫給你的 哈 方法 看看你明不明 哈 就算我寫的方法呢 你不可以直接 呃 寫到答案上 因為沒有步驟 但起碼你可能呢 可能啊 是會 呃 有個準確少少的答案都不明 我們會做B part 哈 好了 呃 呃 我問你先 這個答案最後 如果有些英文字母的話 應該是哪兩個 呃 你明不明 什麼意思 就是 最後他會不會有些 刪除了 呃 譬如 part B part B 他會不會有XYZ 不會啊 不會啊 沒有XYZ 所以如果答案 有些英文字母 應該最多只會是哪兩個 是不是A和B 呃 應該是啊 是啊 因為題目只會有A和B在這裡 你不可以了 不會爆XYZ在這裡 是不是 好了 喏 呃 我們考慮 A的次方 哈 我們首先考慮A的次方 之後再考慮B的次方 好了 我這樣寫一寫 A的次方應該是 A減負1 這個你明不明白 OK啊 而B的次方應該只會是 負6加6 這個你明不明白 呃 OK 明不明白 哈 哈 如果是 如果是的話答案 A的4次方 呃 OK 所以重點是你上面那一部你明不明白 呃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我A和B成賣了之後 然後 我看到它除了 然後我減了 OK 喏 記住了 呃 所以 加減乘除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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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是跟著後面那個數字而已 OK 那所以 A的負1次方呢 是除的 在這個式裡面 而B6次方呢 是乘的 在這個數裡面 哈 而真的有同學問我 那A3次 B6次呢 B負6次呢 在這個數做什麼的 民心其實我們是不知道它做什麼的 啊 OK 哈 就是 永遠走最初那個呢 我們是不知道它做什麼的 其實它被動跟著後面的那些數 OK 不行 加減乘除符號是跟著後面的那個數字 哈 好了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A的次方先 哈 那首先當然會看到三次方 哈 那它不知道做什麼的 哦 那就寫在這裡 其實是去造成的 就是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哈 而後面見到A是負1次方 而它是在做出來的 那所以負1次方必定是 次方必定是減的 OK 哈 因為 雙除的話 廁方就是雙減的 嗯 哈 而B是綠色的 就是最尾的 就是乘的 所以廁方是雙加的 那所以就要這個顏色 哈 行不行 放 Fig 張靜你等一下 嗯 嗯? 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我的兒子走了進來 好 好了,所以最後答案是B的四次方 這個可以,是嗎? 是呀,是呀 好,那這個叫做 這裡是B部分 E部分 E部分我們照樣寫 E部分我們照樣寫 希望你不會太亂 算了,我寫一部給你看看 我們將上面的負一次方 先承進去 身份露的二次方 先承進去 我想問我寫這部有沒有問題? OK 是嗎? 看清楚 等一下 先 有些 是不是那麼負號不可以移嗎? 有没有符号? 没有 是,一二次方嘛 好了,之后下一步 咦?究竟搞什么? 啊,这个 不是不是,sorry,我刚才 我刚才交叉你那个 是part 1 and part 2 你没错的,你part 2应该是 好,part 2,我这样写,你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我有一样东西不太明白 就是,为什么h是3-4 因为 不是4大一点吗? 哎,ok 是的,书 书里面去说 我用黑笔在右手边写 是的,书是真的这么说的 书是这样写的吗? 是 就是书去除的时间,它会有两条式的吗? 是 是 而我就说 我们不需要介意 做数据的中途 那些数据是正还是负 为什么书里面会有这两条公式 而明明这两条公式是同一条数 来的 原因 就是有这两条式的原因 就是如果 第二个 就是分子的脂肪 大和分母的脂肪 如果你照用上面那条式 就是这一条 最后这个次方会是负数 OK 你选不选择给例子 第下面一个是4 不是大和3 是 那 那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是用 就是做部分 如果我们用第二条式的话 我们会直接由这个答案出出来 就是H在分母 那这个是真事来的 但是我就会觉得 我们在做的中途 我们有时候要去判断 分子分母 哪个脂肪大 哪个脂肪小 实际上太麻烦了 现在譬如 H的脂肪是3和4 你就很容易去判断 哪个大哪个小 但是譬如K 它是负4和负6的 当然你不会判断不了 哪个大哪个小 但是我们就要多一重功夫 我们就要想多一些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如何上减下 无论如何上减下 只不过减完出来之后 只不过减完出来之后 你得出一个负数的 你就写下那份帽子 这个答案是一样 答案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想少一重的 但我考虑也是类似个字 就是我自己计算的时候 就不知为什么 我就变成了我用大减细 然后就答案是错了 有可能就是大减细 你的大和小的判断你错了 又或者你判断没有错 但是你写下分子还是分母 有可能这个错了 我想问如果他那个是负二和负四 那是不是算是哪一个比较大 OK 你先说负二在上面 譬如当 我锁在正中间 P的负二除P的负四 如果用我的做法 我们根本上就不需要你会负二和负四 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 上减下 那你按数据数据 那就是P的以此方 这个就是答案 OK 永远 是永远 都是上减下 不需要理会 这些负二是正正负 OK 而我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去判断 究竟分子还是分母 前面还是后面 之外之内的 负二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那为什么负二 前面都要教那些东西 大减小的 你说学校 应该说教科书 是的 其实书是会这样写的 我又不敢说本书这样写有问题 因为他写的东西是没错的 但是在我们做出来 其实不是那么方便的 它有两条式 不是那么方便的 因为它有两条式的话 我们就要判断 最惨就是 那两条式做的 是同一条数 来的嘛 那两条式就令到我们很尴尬地 我们要决定用哪一条 OK 其实我们根本上就不需要选择 OK 只不过 而我这个做法 永远是上减下 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中间 譬如我 中间的部分 现在右下角 我们中间 因为我们永远是上减下 永远上减下 所以我们有可能出了负数的指数 负的指数 所以最后呢 最后我们最后那部 必定是要将所有负的指数 写回对的位置 让它变成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步骤 我们是值得去写的 OK 就是相对我们在运算中途 要决定 究竟哪个大哪个小 然后写份子 没有 我觉得是值得的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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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原来PART E是没错的 PART F PART F其实你应该可以的 PART F你也对的 PART F你也对的 只不过我也是 想写给你看 就是中间的步骤 这个可以吗? OK 就是这个题目第一部 题目之后 下面那部已经这样的了 因为墳墓有一块 括号呢 它是零脂肪 零脂肪就是一 所以就不需要写 OK 好了 然后负一次方 你认不认识吗? 计算机 就是二的负一次方 你认不认识吗? 我试试 上次好像有讲的 是不是0.5 分数 分数 二分一 是的 是的 那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就会写二分之一 好了 然后然后呢 我们的D 对于这个D 我们可能写负一 减负四 是的 是的 而这个C呢 我们就写在下面的 是的 因为今次呢 我们明知道呢 那C的二次方 肯定是一份没有的 因为只有一个 是的 它不需要再做运算的了 是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 不会写成为C的负二次方 哈哈哈 好了 那我们按计算机的话呢 其实这个呢 是负三 对不起 是正三 所以答案就是 D的三次 over 2C2 OK 还有呢 如果用我这个做法呢 其实正常啊 除了加减的那些之外 就是除了部分C和部分D之外 所有的这些 Love index的这些数呢 正常两至三步一定做完 OK 那我想问我这样写的 应该学校给我 就是你的写 哦 你说我的写法 是的 当然给啦 给的 放心 放心 好 就是有学者呢 通常我会和同学说呢 如果你不肯定呢 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你不肯定学校给不给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不写 写回学校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如果写回学校 学校那个就是不试咯 那到最后你都不知道 行不行的 嗯 写一下 写一下自己的那一部 我都不知道啊 其实是应该平常 做功夫的时间 写下去 就是什么 就是 学校做功夫的时间 你就试一下写我的做法 哦 如果老师有 就是老师有认识 说 喂 可能太少了 那你就知道学校的要求 是 是的 那这个就是 通常我建议你们的做法 因为你们还是初中呢 初中很多时候 真的 初中 学校老师的要求 是和高中有点不同的 OK 那但是呢 我始终觉得呢 譬如你老师的那里呢 他相随有两条公式呢 其实这个是很 就是很烦的 很容易的 令到我们有做错的情况 所以我就会建议 用我刚才跟你说的方法 无论如何都是上减下 如果分数的话 分数的话就上减下 如果是 横式除数的呢 就前减后 OK 你明不明白的意思 就是上减下前减后 OK 因为有时候是分数 有时候是除好 就是我除好 OK 那做出来呢 就会好一点 就会好一点 OK 好了 那我们就讲新东西了 OK 好了 那 科学技术法 也是你们要教的 接着就搞这件事的了 那科学技术法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很多时候在科学上面用的 就是 VKM JOROPHY 珠如柱女 那什么意思呢 数学上反而很少用的 在我们暂时学到的数学很少用的 原因是因为呢 通常 通常它是 是对于一些很大的数 或者很小的数 才会应用的 这个科学技术法 那科学技术法呢 它有一个形式的 形式就是这个 哦 其实它用P 其实很多时候用A的 我不知道这本书啦 很多时候用A的 就是A乘10的N次方 那对于A呢 和N呢 我们是有特别的要求的 是 N就是什么呢 N一定是整數,N一定是整數 但是整數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可能是負數,可能是正數,甚至乎它可能是零 意思的N可以是任意的整數 咦?如果是這樣,就可能有很多選擇了,是不是? 但原來不是的,因為A,或者P 我們的要求是更加嚴謹的,就是它必定是1到10 OK 1到10,你留意那些不等符號,前面1是有等號 後面10是沒有等號的 意思是什麼呢?如果是我想將1寫成科技數法的話呢 它應該是1乘10的零次方的 OK 這個你明白嗎? 明白 原因是因為P,或者A,算了,我寫個A,好嗎? 不要了,算了,不要了,我寫個P,屈服了 懶得太亂了,不懶得在這裡 好了,因為P可以等於1,但是它是不可以等於10的 所以1寫成1乘10的零次方 好了,而如果10的話呢,如果我們硬要寫成科技數法呢 我們要寫成1乘10的1次方 這個你可不可以? 是,這個OK 沒問題是吧? 好了,那所以呢,我們對於我們要寫成科技數法的數字呢 其實我們首先是決定了P先的 我們首先是決定了P先 我們要將,譬如我現在說的這個3,850萬 希望首先找一個 1去到10中間的小數 正常是小數,就寫出來是3.85 這個應該沒問題了,是吧? 好了,我想問原先這個3,850萬 原先它的小數點其實是在哪裏? 那3嗎? 不是 原先3,850萬 那個小數點其實是在哪裏? 那3前裏? 不是 是在最後一個零後裏 OK 是不是? 3,850萬整數來的嘛 整數你問我,你問我小數點在哪裏? 沒有的喔 那當然不是沒有啦,沒有寫而已 其實就是在最後一個零後裏 OK 好了,那所以呢,現在我們的距離是怎樣呢? 我們要是在這裏 把小數點移到這裏 那這裏呢,就是會決定了 最尾3.85乘10的幾多次方 那我們看一看,移了幾多次 1,2,3,4,5,6,7 是 我們移了七次的 OK 移了七次,那所以就會是 七次方 是 好嗎? OK 因為你小數點呢? 你每向前移一次,相當於乘10倍 是 所以 你向前移到七次,就是乘10倍 是 是啊 而 例如 譬如 第二個例子 我不讀了這個 OK 好了 首先 第一樣東西 我們要找一個 介乎一、十之間的數 都是小數 就把這個數寫出來給1.926 OK 應該沒問題吧 就是 對於怎麼選P 是 應該沒問題的 是嗎? 是 好了 而現在我們的小數點呢? 是由這裡 移到這裡 嗯 那麼 移多少次呢? 1 2 3 4 5 移了5次 是 但是這次我們不會寫5的 我們是會寫負5 是 因為這次的小數怎麼向 向 後移 OK 向後移 那所以呢 不要 對不起 我不所以 什麼時候是正的指數 什麼時候是負的指數 你明白嗎? 啊 正就向前吞 啊 褲就向後吞 這個你可以的 是不是? OK 應該 因為如果你可以我就不 不說太多 因為 再多怕你會亂 OK 啊 而其實呢 嗯 可能真的會亂的 可能我不說你也會亂的 那我就會跟你說呢 你類似小時候的時間 你記左右手 這樣 嗯哼 啊 sorry 其實你應該是用右手寫字的 是嗎? 這麼巧 右手 右手 那麼小時候怎麼記左後手呢? 那麼通常媽媽就會跟我們說 你寫字的手就是右手 是 哦 這樣嗎? 那麼哪一隻左手呢? 另外一隻就是左手 就是意思是 只是記一樣 就不要記兩樣 OK 你只是記這個例子 你把一個很大的數 寫小去 就是剩下的一隻數 OK 我想我會記一個小數點 它向前往前往往往往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最重要是你自己記到的 啊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們看看 一些 例子 OK 不過這裡呢 其實學校都喜歡出的 啊 就是校內 測驗考試都喜歡出的 啊 可能是一些 叫你真的化 化 將一些 數化成為 science of the rotation 或者會喜歡出 一條的議論題 OK 那 和你看看 我們做兩部分呢 我們做C 和做D 呢 啊 還有其實這裡是有得按計數機的 其實是有得按計數機的 不過我 嗯 嗯 不會教你 OK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因為這個計數機呢 它未必按到的 怕經常都要按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啊 很討厭的 就是它機器有這個功能 但是呢 它有時候是按不到的 OK 很奇怪的 是啊 就是時靈時不靈 那所以寧願不教你了 就是按機器 好 OK 好了 這個science of the rotation 是不是就是呢 計數的時候 不會用到 還是什麼 計數那裡 哈哈哈哈 計數的時候 不會用到 啊 其實我剛剛開始已經說了 在我們純粹 就是 在我們數學科來講 就比較少用的 OK 但是在其他科呢 就 都會用到 但是就 可能不是中學階段 就是 譬如你 譬如你science 你今年應該已經有拆開 ficam牌的了 是啊 我們還沒計數 是啊 那是了 就是可能再講一些 名詞啊 就是寫一下 寫一下字啊 諸如此類 那其實是會計數的 其實你正常 你physics 和ficam牌都會計數的 多小的問題 擺阿就 再少一些 啊 那就 會有機會用到 就是 或者 在日常來講呢 是 其他學科 就比較常用 science rotation 但是就 就未必是中學階段 OK 好了 part c 你講不講得出 p是多少 啊 記得哪個是p啊 什麼p 哦 那個7208 講漏了些東西啊 啊 你的數字是怎樣呢 只是講個p而已 是啊 你的數字是怎樣呢 嗯 應該是7.208 是吧 是吧 為什麼 你是不是講漏了數字是怎樣呢 好像是 因為那個p呢 那個p怎麼選 他一定要是 小過1 大過1 小過10 是吧 那個p的限制是這裡 所以你說的p 你說的那個數 一定是between 1和10中間的 OK 那所以 應該是7.208 現在已經在數了 是吧 嗯 嗯 還有10的7次方 10的7次方 好 看看是不是先 原先小數點呢 就是在最後的0後面 現在要移到這裡 1 2 3 4 5 6 7 沒錯 移到7次 那所以就7次方 好 對的 對的非常好 好 pd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個符號 pd是個負數來的 那個負號 那個負號 原來是不需要你的 是啊 照寫個負在前面而已 好了 你剛剛想說個p是不是 啊 去到1 sorry 你說個p給我聽 1.924 對了 數了沒有 沒有 現在數 好現在數 成10的負5次方 好 非常好 首先沒有數錯是5 之餘就是負 因為向後退 好 其實你已經學會了 其實真的 好 我們馬上 不過還有少少 題目會出的 你等等先 好 和你可能做多 一條至兩條的運算 好 之後就講一條文字體 那 科學系統 就要講完 了 OK 其實這裡就 真的 算是 介紹的 形式居多 好 好 原來我們是要做化鹹的 其實 ABC 就 加減成 除都做完 了 嗯 似乎可能三部分都要做 原來我們都可能是 好了 你猜 你猜三部分裡面最容易做的是哪一部分 或者最難做的是哪一部分 啊 等一下 你猜最難做哪一部分 C吧 哈哈 好了 其實你問我 最難做的是A部分 OK OK 那所以呢 我們可能先跳了A 先 我們先做B C先 計數機 是嗎 是 好 我們先做B先 你想一想B部分其實你會怎樣做 它說 無法計算器 我抽過十幾次方出來 抽 不是抽 因為B部分是在乘數 不是抽 OK 它說 不用計數機 是不是那個2.7一個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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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個 呃 十幾次方 Yeah 對 完全正確 計數機 你按2.7成8是多少 21.6 呵呵呵 人家說不要按計數機喔 你2.7成8 你按計數機 哦 那這個無所謂的 其實就是 它所謂的 Revolution 計算器 呢 是說我們不可以直接一步按答案的 而已 OK 嗯 那我們 哦 2.8成8 2.7成8呢 其實是按手計的 如果你要說也可以這樣說 好了 啊 啊 21.6成10的11次方 這個是不是答案 這個是不是答案 這個 這個 還不是答案 不是 不是 它說 express the answer in scienceic 這個 問題在於 p 前面那個 21.6 它不是 22次方 嗯 沒錯 對了 應該是寫2.16成10的12次方 行不行 OK 是 就是這樣而已 好了 那我們做司法 那 同樣的道理 我們 是不是會 將1.45 除了5 先 下 多少 答案 我先 0.29 0.29 而10的次方 會變成為多少 嗯 嗯 負5 選擇13 對 負18 好了 也都是 這次 不會是答案 一個p的問題 那 所以我們要寫2.9 啊 好了 10的幾多次方 負19 負19 是吧 是 好 麻煩你計數機 拿上手 如果我叫你將這一個 現在我highlight了這個 按計數機 你會怎麼按 你試一下按 看看出什麼 啊 2.9成10 不然就負19次方 是啦 你就會見到這個計數機 有個很小的乘10 是嗎 啊 其實它的意思是2.9成10的負19次方 OK 好了 我想問 剛才你是不是 就是你按機 你是不是看到什麼 按什麼 啊 意思你是不是 0.29成10的負18次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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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呢 這裡是不用這樣按的 是 原來我們有一個按鈕可以代替它 那個是E 在你這部計數機最下面的那一行中間的E XP 你試一下再按個 你試一下按0.29E-18 我會出相同的答案給你的 OK 那不過這一個 就是可能 可能我跟你說完 你下次要按的話 你還是按上面那個都不定的 是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明白的明白的明白的 只不過 我總是要 就是 告訴你們 行不行 行 B和C都OK 好 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A 究竟為什麼我會說A 是 可能相對你會最難呢 好 第一步你會怎麼做 第一步你會怎麼做 嗯 抽Cummon Sector 多少 10的7次方 OK 抽10的7次方 而我們的習慣 Cummon Sector 寫最前 是嗎 是 好了 講不講得出 括口後面應該要寫什麼 首先第一個是9.15乘10 之後呢 然後再 3個再加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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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 1.8乘10 1.8乘10 OK 再減5.32 5.32 好 麻煩你把括口裡面 這個數 按計算機 1.10 3.13 2.پ 1.8 120 如果背景 2位 透過 2.6 0.8 2.6618,再乘10的九次方 OK,没问题,正确的了 所以正常地,你加减乘除都学了 就是讲科学位置 好了,先看看,我想我们做多一条 关于他的一个 建议题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例如是哪些 我们只可以做一条,其余可能 就是,之后被公告你,例如第13题 一年365日,其实一年有多少秒 就叫我们将这个秒,一年的秒数呢 就用这个科学位置写出来 例如是这些例子 这个数应该很大的,所以就应该要用科学技术法 又例如第24,第25,第26都是这样的 OK,我想我们做第25,因为第25其实是比较像 就是,如果出的话,比较像猜測考试题目 第25,你们看一看 看完题目没有? OK OK 損试,麻烦你 对了,两个东西乘在一起 对了,其实就是两个相成 地球的重量是这么多 而太阳呢,是地球重量的这么多倍 所以意思就是这两个相成 列完色之后呢,其实这一条数是没有什么的 就是跟刚才我们那些加阶性 是没有什么的 好了,麻烦你把现在这两个东西乘在一起 是计算是多少 是19.881 好了,而10的次方变了多少 10的29次方 好,我们应该再之后就是答案来的了 答案会写多少 1.98801再乘10的30次方 有没有改? 1.99 1.99 10的30 下10的30次方 对了,30次方 记住了,这一条是一条文字题来的 应用题来的 所以它应该是有单位,KG 行不行? OK 可以吗? 是呀 好了,我们应该还有6-7分钟 交不交新东西?其实因为你这一份还有一样东西的 交换了 不过就交不完的了,肯定交不完的 肯定交不完的 不过我想讲一讲吧 其实呢 你这一份叫law index 其实它除了我们一开始上一堂和刚刚一开始讲的law index之外呢 就还有刚刚讲完的sign-civil notation 但是呢 sign-civil notation 高中是公开试是不会考的 不过应该这么说是没有考过 而law index 连连都会考的 不论是配合1和配合2也好 而Numeral system 就是我们未讲的这一样东西 公开试也是会考的 连连都考一条的 不过是MC来的 那么Numeral system 讲的是数系 数系 其实你会看到的 就是 2进制 10进制 和16进制 应该就算不知道也听过 听过 10进制当然听过 16进制好像是 我不知道好像听过街市买菜 不是吧 哈哈哈 我一定记错了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你不是说道亮行啊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街市用10进制 很先进的了 OK 十进制当然听过啦 二进制都有可能听过的 譬如在 如果学校电脑科啊 或者平常 都有可能会听过啦 未至于是接触过的 电脑科有可能会说过的 二进制 而16进制呢 就可能会少听些啦 OK 好 而十进制呢 其实在小学我们已经有讲的了 譬如 譬如 我们以前 譬如我随便作过 可能四位数啦 啊 可能叫做 啊 就这样 三 五 二 八 这样 十进制 啊 小学会怎么问呢 问你个五在什么位置 五在什么位置啊 啊 八位咯 是啊 以前小学真的会这样问的嘛 啊 五在什么位置 五在八位 之后再问你 它代表的数值是多少 它代表的数值是五百啊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这个就是小学的问法 那原来现在我们中学呢 我们仍然都是会这样做的 那当然 就是 那些名称会不同了 placed values placed values 讲是个位置 意思是什么 它在什么位置 譬如它在八位 那我们就 当然不会讲八位 我们会讲它是在 十的 多少次方 啊 八位 一百 是十多次方 两次方 二次方 好了 这个可以是不是 是 那我想问 个三在十的 多少次方的位置 呃 三次方 三次方 那个二在什么位置 呃 八位 哦 可以 二 十的 一 次方 啊 八 而个八呢 零次方 耶 good 我们会说是十的零次方 我们不会说是一 但是我们会说是十的零次方 你看上面这里也有这么说的 哈 这个你要小心了 因为原来呢 我们不会再讲过十八千万这样的 我们会说十的几多次方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记住 right most 就是最右手边的那个 其实是零次方来的 哈 对 ok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错的 就都是 在最最初的时间 我们不记得了 最右手边的那个是十的零次方 那所以呢 那些位置又会退错的了 ok 好了 而原来呢 我们会写一样叫expand form 这里也有的了 expand form 是怎样写呢 三呢就是在十的三次方这个位置 五呢就在十的二次方这个位置 二就在十的一次方这个位置 而八就在十的零次方这个位置 我懂得到一点点 这个叫expand form 其实 它跟原先这个3528是完全一样的 哈 它这样写 只不过是解释了 谁在千位 谁在八位 谁在十位 谁在个位 ok 或者现在我们会转去说法 我们说不会再说过十八千万 哈 它就是解释了 就是说了 谁在十的三次方 十的二次方 十的一次方 十的零次方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叫expand form 展开式 ok 那当然了 这个东西是很无聊的 expand form 你想问整理干什么是吗 对啊 在十进制里面expand form是没有意思的 啊 ok 因为其实啦 expand form 就是原先是想令我们知道这个数是多少 但是原来十进制里写expand form呢 其实是多余的 啊 你这样写呢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3528了 啊是 那为什么你不写3528呢 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更容易去知道那个数是多少 哈 那为什么会介绍expand form呢 因为是另外那两个二进制和十六进制的 ok 在二进制和十六进制里面呢 我们一望的数我们未必知道多少的 ok 我们要通过一些运算 是将个二进制和十六进制 转回做十进制 这件事才有意思的 哈 ok 那 不过今天呢 就未必会讲到他们的了 那我可能只想讲什么呢 十进制 你也会以为是废话来的 为什么这么有趣讲这件事呢 十进制 我们每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放下去的是0123456789 这个你同不同意 ok 这里有多少个数字 0123456789 10个 这里是有10个数字的 哦 原来呢 十进制呢 每一个位置呢 正常可以放10个数下去 哈 既然是这样呢 二进制 应该呢 每一个位置可以放两个选择下去的 ok 就是这个是推论来的而已 哦 十进制 你可以放0123456789 这十个数 我当然知道 日常常都用开的 既然是这样 一些新的 比如说 二进制 它应该可以有两个选择 就是每一个位置 放什么数字 那哪两个呢 就是0和1 ok 所以在二进制呢 你是只会见到01 你不会见到其他的数字 哈 而在小学里面 老师说十进制 就逢十进一 那既然是这样 二进制 就逢二进一的 哦 虽然就不用学的 也都不会考的 在二进制里面呢 我们说 一加一呢 是等于一零的 哈 哈 那其实是 这个是二来的 ok 我们不会说 一加一等于十 虽然它写出来 是 好像十一样 我们会说 一加一等于一零 因为那一零呢 代表的是二进制 里面的数字 好了 那所以怎么分呢 我原来我们会在下面 写一个细细的law index 写一个二字 那你就会知道 哦 这条式呢 其实说是 Under二进制 是对的意思 ok 可以不可以 ok 开始一点点复杂 哈 ok 喏 最后我说你一样 就是这个一零 这个零 其实它在二的零次方那个位 这个一 它是在二的一次方这个位 ok 哈 刚才 刚才 我们说 这个三五二八呢 是在十的零次方 十的一次方 十的二次方 十的三次方 而现在我们说 这个一零呢 是在二的零次方 二的一次方 为什么会不同了呢 为什么刚才是十 现在是二的 因为 进制不同了 十进制的时间 所有的基础都是十 二进制的时间 所有的基础都是二 哈 行不行 明白 你知道什么是基础 是啊 ok 既然是这样 原来我们可以将一零 这个二进制数 用所谓expand form 写出来 ok 再提一提 expand form 我刚才说的是 这个 哈 所以类似的呢 我们会有 一乘二的一次方 再加零乘二的零次方 哈 所以 那 搞清楚了 而这个呢 已经是十进制 来的了 ok 所以算出来 就是二 是啊 而你不想混乱的 我们会在二下面写一个细细的十 代表这个二是十进制的 ok 那所以一零就等于二 哈 明白吗 好一点啊 哈 就是如果你看回呢 这里有个例子 一零一一 写expand form就是这一串的 你要小心 记住 最右手边的是二零次方 通常同学会错呢 就都是不记得最右手边的是二零次方 就是譬如写到一次方啊 那就全部都是错了 ok 可以吗 是 那 我想今天我们讲到 就是讲了这么多 就是 这里你可能要少少时间消化一下 哈 还有 放心 还有放心 我说 这里是有得按计数机的 ok 只不过下次才对 哈 不过expand form 你要懂得写 ok 只不过是写完这条式之后 你先按计数机 啊 还有呢 sorry 我说 这里呢 neural system 要按计数机的意思呢 不是说 那么加减乘除 哈 而是那部计数机呢 其实 呃 某程度上 可以帮我们 将这些数字 在十进制 二进制 和十六进制 中间做转换 ok 那部机是有这个功能的 那就下次 下次再讲 哈 还有 还有现在我们刚刚讲到expand form 而expand form的功用 是将一些二进制数 刚刚讲了 或者下次会讲的十六进制数 转回做十进制数 ok ok 明不明的意思 你这样给零一 我不知道多少 哦 不要紧要 我用expand form 变回做十进制 我就知道它代表多少 ok 而其实呢 之后呢 还会讲 我怎样由一个十进制数 变成为二进制 二十六进制 不行 行不行 那就下次再讲的了 好 ok 好了 那今天